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被人类有规模饲养的情况 当时日本新系县的农民一边种地一边在家中的闲暇时光里饲养锦丽 而直到今天 新系县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锦丽饲养基地之一 在新系县下属长冈市的山谷治村 两千多个村民守着几十家百年老店 一直在为锦里文化的默默传播 做着周而复始的养殖工作 锦里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运彩制度 从19世纪建立运彩制度到今天 锦里已经根据色彩的不同 被细分成了20多个大种类 这每个大种类都有极其详实的评价标准 从色彩的位置 形状 搭配 包括与榆林结合后所产生的图案运燃效果 都将成为锦里日后参加比赛时 被各路专家拿来反复讨论的夺冠要素 说到夺冠 锦里还必须具备其他数据上的一些优势 譬如体型的饱满度 长度和饲养的年份 锦里在两岁以前 一般都被投放在室内的恒温室里生长 但温室里永远都长不出苍天大树 为了加快锦里的生长 每年5至10月的夏季 品相优质的成年锦里将被运往山谷治村山顶的泥塘 山谷治村所在的长岗市 是典型的日本海测潮湿气候 年平均气温12摄氏度 夏季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6摄氏度 这种室外气候非常有利于锦里在野外快速生长 而大体型的锦里 也非常容易在比赛中受到专家们的关注 长岗市每年都会举办一场锦里品鉴会 届时整个新系线的养殖户都会带着自己的宝贝锦里前来参赛 2018年获得长岗冠军的锦里 是一条88厘米长的七岁大正三色锦里 锦里一旦获得了证书 便有了成为高价甚至是天价锦里的筹码 因为每个养殖场每年也都会取败一场自己的锦里 到时候世界各地的买家将通过价高者得的原则购买锦里 天价锦里也由此诞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